慈禁马来西亚吉隆坡禁司堂 278位历届毕业慈亲齐聚一堂 庆祝慈亲成立20周年 毕业慈亲就是可以回想到以前 因为我们在大专去办活动的日子 然后再想回去我们之前跟社工上人接的缘 然后许下的承诺 因为慈亲姻缘 牵引着我们像家人一样 大学毕业后 各自为家庭事业忙碌 难得相聚进入有共同回忆的时光隧道 要找回那份出发心 因为我们一踏入社会工作了 就是那个污染的大粮缸 都已经慢慢地找不到了 从这里又开始找回了那份喜悦 是希望找回之前在慈亲时候的感觉 因为已经在槟城有几年这样子 然后会有累的时候 然后也是希望回来充电这样子 然后回去再继续把我慈亲里面带出来的样子 谢倩怡 雪龙第一届慈亲 今年即将要受证为慈祭志工 当初我们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辛苦 条件也不是说很好 但是这样子一路走下来 真的是没有后悔 李湘婷当初的慈亲 如今在慈祭雪龙分会工作超过十年 坚持走对的路 重大的灾难发生 那其实才来开始反省自己 我的生活要这样子下去嘛 所以才会觉得 是不是应该思考 我的人生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就在那一刻才觉得说 实际应该是我要走的 未来的一个路啊 那因为这样子而回来自业体 青春意识但岁月的滋养 让慈亲们从小树扩成菩提灵 大新闻马下综合报道